大家一定都希望自己的家 自己的环境是更干净 而且充满创意的 就带您到屏东 看看这群环保职工 如何把环境保育跟创意结合在一起 这是今天小朋友的衬衫 小朋友的衣服套在特大号的宝特瓶上 模样好可爱 掀开中间裁开的部分 才发现原来是创意性香 而宝特瓶的妙用还不止这样 这个的话呢 就是这样 善用巧思 宝特瓶就能化身成实用的生活用品 接下来志工教大家实际做看看 屏东中校火小的老师 相互邀约参访此季环保站 期望能为爱护地球尽一份心 让我们学校的老师 还有我们学校的志工 有机会 甚至是社区民众 有机会来体验一下 那结果呢 发现有别的学校老师 知道这个讯息也来参加 参考环保站亲身体验分类 当然不能少 志工认真地解说 希望每个人都是环保种子 把环境教育做先导 让这些志工妈妈 还有那个老师 把这些环保的理念 带回学校去 难得机会 老师把自己当成学生 一整天下来 生活满满 在新闻真上美志工 张玉梅 吴世忠评冻报道